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這一台 我們上次有介紹過它可以切勾 切勾的話就是這邊有一個 來靠近一點 這邊有一個算是快拆的一個機制 所以它這樣的話是完全切斷 但是當它搬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這個螺絲可以調整它的深度 就可以決定這個切勾的深度 比如說我希望切淺一點 這樣就會切淺一點 以此類推 那這台角度切割器呢 它有兩段式的軌道 一段軌道在這裡 一段軌道在這裡 另外一段軌道在這裡 那這個第二段軌道呢 應該印象中是這個 搬起來之後呢下面就鎖住了 它就會固定在這裡 那上面的軌道是用這個鎖住 鎖住之後呢它就上下呢 基本上不會有前後移動的情況 這個就是它的推軌的兩個鎖定的機制 那這個剛剛是切勾的深度的機制 那收的話是這個 有時候你來的時候 等一下喔 為什麼 為什麼位置不太對 通常 是不是因為我的位置不對 它有一個收的位置 我剛剛突然找不到 好啦 這先不管 這個通常你來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辦法打開的話 就是這個要打開 打開之後它就可以打開 那我現在是收不回去 它應該suppose在這裡 這是什麼奇妙的事情 看一下喔 走不去的那個位置耶 這奇妙了齁 這奇妙了 喔 在這裡 也就是它必須 OK 它必須這樣齁 因為很久沒用 它必須是這個東西 這個剛剛講切勾用的 打筍落到這裡之後 這個才推了回去 這樣就OK了 這樣是處於它收的狀態 通常這種東西 收的只是安全性的問題 你手比較不會去碰到 所以我們來了以後 把這個機器打開 打開的時候 還有一個竅決就是 你直接拉拉不動 你必須把這個先下壓一點點 這樣拉開才拉得動 這樣的話 角度加熱器就打開了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次 這個是第一段軌道的卡榫 然後第二段軌道的卡榫在這裡 我們現在 假設都放開 放開的話就是它可以 推動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推動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好 第二個是我們要切這個勾 我們看一下切這個勾的來到這邊 通常我們切勾可以用這一台來切 好 那這一台呢 來到我右邊來 這一台呢 它是切勾很方便的 可是因為它現在這裡多了一個這種擋板 這擋板理論上是為了安全 但是也造成了一些不便 這個不便就是你切沒有辦法一路過去 那很多的 table saw 桌具它是可以拆掉這一塊 這一台呢現在被黏死了 它不讓你拆 它一定要加上這個東西 加上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切勾的功能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 回到這裡來切勾呢 問題就來了 譬如說我們剛剛試切了一下 我們剛剛應該是這樣吧 我們試切了一下 那切切切切切到這裡之後呢 你就發現切不斷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來只能走到這裡 它要往下的話就是要變成切斷的 這個是可以切斷的 可是切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切不斷 我們示範一下 它切不斷 我剛剛為什麼到這裡就起來呢 因為它過不去了 它的軌道已經到這裡跟這裡的頂點了 所以它過不去了 怎麼辦很簡單 我們就會用一些這樣的 轉柱的工具 就是一個 有平行線的木頭 不管是松木甲板 只要確定它有平行線 那有平行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用它 先這樣用 你就可以增加它切勾的深度 我們再來看一次 這樣子切勾是不是能切過去 可是 為了安全起見呢 為了安全起見呢 我們應該要把這塊木頭固定好 所以等一下有四個夾具可以用 我先很快的 我等一下再來講夾具的部分 我等一下再來講夾具的部分 我先用最陽春的方式 把它很快速的夾起來 好 那等一下這四個夾具會分別的示範一下 好 這樣這個如果不適合的話 就要換 譬如說 基本的夾具 好 就是這四種 好 好 這個 很久沒用它 這個位置也不適合 看起來是這個最好用 看起來是這個最好用 所以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四種夾具呢 好 好 那這個其實如果再重新的可能會更好 這個可能也不見得很適合 這個會有一點入侵到它的範圍 好 找來找去也不適合 這個好像差不多了 好 那現在我們用這個好了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要讓這個木頭呢 會有機會 翻轉 好 但是我們現在夾的位置很重要 因為夾的位置如果不平均的話 它就會翻轉起來 好 它的 水平位置不重要 重點是它要穩定 然後提供一個 提供一個完整的 平面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夾具 這樣子你的木頭擺上去之後呢 就穩了 那再不行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裡固定 這個桌面其實理論上都是可以鎖螺丁的 桌面理論上是可以鎖螺丁 也可以在這裡去固定一個東西 好 我們就來看看這次能不能把它切斷 來 請看示範 還要注意件事情 這個木頭不需要去切它 這個切它的話就浪費材料 所以我們讓它在切割的範圍以外 來 這次我們就完整的切過去了 完整的切過去了 那這個切割的深度呢 用這一台有個缺點就是你會發現 這邊的切割的深度跟這邊的切割的深度不一樣 為什麼呢 主要是這個有一點彈性 這個有一點彈性各位看得出來嗎 你看我這樣壓它 它是有一點彈性的 所以你要真的切它的時候 你要確保一件事情就是 你切它的時候力量要非常的均勻 就是只是推過去 推過去然後當然不要去 有往下壓的力量 因為往下壓力量一產生之後 它上下的幅度就不會一樣 比如說我再做一次 很難 你看 很難 甚至呢 我們發現一件事 它兩邊的深度不一樣 兩邊的深度不一樣 發現了嗎 兩邊的深度很不一樣 所以呢 第三種工具 第三種工具就會考慮用雕花機 那 我覺得啦 以你的作用的用途來講的話 我現在示範一個完整的切割給你看 就是 假設是 假設是這樣 假設是這樣 我切一次 我們會先切第一邊 我現在懷疑一件事情 我現在懷疑一件事情 是因為這個關係 它沒有辦法真的切過去 所以我把那邊再夾好一點 我把那邊再夾好一點 我把那邊再夾好一點 可能就可以 試一下 不確定 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因 找捏片 看起來比較乾淨的 然後用這個夾器 應該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如果是這個原因 就容易解決了 那就是 剩下就是 出力的時候平均一點就好 這樣會翹起來對不對 你看 這是剛剛的問題 所以夾的時候呢 主要是不要讓它可以左右移動就好 我們再試一次 所以我這一次呢 應該是會比較把握 它可以在平均的狀況下 平均的狀況下 完全切勾 平均的狀況下完成切勾 比較一致 不能說完全一致 但是 這邊大概剩3mm 這邊大概剩4mm多一點 4mm左右 差一點了 好 那所以 剛剛那個問題是 不是發生在那個原因 所以 所以假設你切完第一條 然後 假設 假設你要切的區域在這裡 我們先都是假設 就是說 因為目前沒有真正的 工作 要進行 所以我們就是做一個假設 假設這是你要切的 好 假設這是你要切的 然後 你為什麼看起來不平行 我重切一個 好 假設這次你要切的 所以我一開始要先切掉這裡 再切掉這裡 然後再來切中間 我們看一下那個程序是怎麼做 所以我要先切這裡 當然 你一開始要先量好你的位置 然後你的手要拿穩 然後試模擬一下 果然不平均 所以我現在換到這邊來 我想一下 我從那邊畫好了 因為我剛剛在放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 它就是 它沒有 它這兩邊沒有平行 它這兩邊沒有平行 就是上一個人切它 用它的時候沒有平行 沒有關係 這問題好解決 我們重新畫兩個勾 好 所以待會呢 我是用這一邊去對 這邊的木頭 所以它照理講 應該要平行 所以我們先切第一個勾 切得比較淺 你有發現嗎 它變得比較淺 變得比較淺的原因 有可能是這裡跑掉了嗎 我不知道我不確定是不是這裡跑掉了 我們再切一次 再切一次 我確認一下 第一個勾 再一次 還是因為我沒有壓到底 有可能是我沒有壓到底 再一次 這就是你工作中會遇到的情況 都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來 我摸菜 假設這是你要切的勾 我們不要切那麼多 切這樣 它是一刀切不斷 它一定是一刀切不斷 我確認一下 我剛剛是上下被切斷 就是 下面上面剛好有一個斷面 就是斷開了 來喔 再一次 要等它完全平 因為鋸片在高速旋轉的時候是很危險 然後接下來呢 再切 一刀這裡 還是沒有平行 還是沒有平行 這個是 平行度的問題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要解決 來 通常 如果你切的勾 很寬 你要切好幾刀 像這個只要再補一刀就好 只要再補一刀就完成了 所以就稍微正對著它 就長這個樣子 就完成切勾了 這個切勾一定沒有Table Soul切的好看 它就會 看得出來有一點 Funky 但是還好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有一些東西要在裡面走的話 它可以順著這個勾走 只要兩邊是平行的就好 然後也有可能呢 如果你第一次切完之後發現不太準的話 可以來這邊調角度 它目前看起來是準的 但是這種 怎麼講 這個都會有一點誤差的 這種誤差是不是造成現在這個 原子筆線的誤差 這就不知道了 要去校正一下 不然就是要去接受這個 大概是這樣子 來 我們最後講一點這個夾具 這個是好幾種夾具 第一種是這個 這個是Quick Release 來靠近一點 這個是Quick Release 所以Quick Release的意思就是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上下直接滑動 然後平常它是這樣子爬升的 它是要越夾越緊 按這個就爬升 這個叫 通常叫Quick Grip 它是一個快速夾 這種呢 這種是我最愛用的 因為它是整個是鐵做的 幾乎是鐵的 除了這塊塑膠 整個是鐵做的 所以它非常的Robust 非常的強壯 我們夾它的時候 不管你要夾什麼 通常是這樣靠上來 然後這個我們會把它放到最開 這個是也是一個Quick Release 這是一個Quick Release 也就是說這樣子放開 我們通常把這個 整個打到最開 然後這個上來 這個上來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裡面是一個極輪板手的概念 它裡面看得到嗎 這個齒輪 這個齒輪就看起來就像一個極輪一樣 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極輪 所以夾得非常緊 但是也是一樣要看你的場合 然後這種呢 也是有一個快拆 快拆在這裡 這種呢就是用這個螺旋 這邊這邊有彈簧 這邊有彈簧 這邊有彈簧 用這個螺旋來調整它的開口的大小 那通常我要夾的時候 我是 我順便示範一下 這個怎麼開呢 這個就是 那我會找個工具 彈開的時候力量很大 彈開力量很大 所以我們當然會 開 不知道它往哪邊 就是 通常我會 稍微彈著 就是用手 抓這裡 彈著 然後轉到我要的 大概的尺寸之後 然後剩下一點力量 用這裡的連桿 一二三 用這三個點的連桿去壓它 所以它會過一個所謂的 機械死點 夾不下去就是 你要再放鬆一點 這樣子 夾不下去 放鬆一點 一二三 這三個點連成一條直線 連成一條直線 就夾緊了 除非你從這裡 有一點像我們上課講的那一種 一種夾具 從這裡把它Quick Release 不然 也是一樣 彈開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受傷 再看一次 這樣子 一二三是長這樣子的形狀 可是彎下去之後 變成一二三 整個變成一條直線 所以 這樣打開 OK 一二三 最後就是這個 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沒有什麼Quick Release 它是完全靠螺旋的力量 那它一旦被 它本來是可以很容易上下的 可是它一旦被 被 這裡的螺旋破緊之後 它這裡會歪斜 一歪斜之後 這裡就動不了 歪斜之後它這裡會動不了 但是 用這類的夾具 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就是說 一方面是安全 二方面要注意這種 因為視力不平均 它就翹起來了 所以這個要看 夾的位置 你看它這裡 如果夾的位置 本來還有一片 那一片也不知道現在到哪去 還有一種東西 是可以用這個 用它上面現成的 剛剛沒有注意到這個 其實有這個的話就很快 什麼意思 就是 它這個也是有一個 上下調整 然後假設你這個夾緊的 然後這個夾緊的 這樣也可以 這樣好像比剛剛那個更快 更快 但是我們就順便學到一些不同的夾具 以上就是今天的舞台動力實驗室 謝謝大家